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处理器将使用了5纳米制作工艺 性能提升会非常明显 除了处理器之外 此次三星S11大概率会采用瀑布屏设计 外观上采用真全面屏设计 而且90Hz的刷新率屏幕不会缺席 同时将会使用20B9的屏幕 这也就代表着S11的屏幕将会比S10还要更长一些 除此之外 S11也会搭载安卓10.0系统 另外后置相机它也会采用前望镜式结构 像素方面主摄像头高达1.08亿像素 同时爆料也称此次三星S11将会支持10倍无损变胶 电池方面应用石墨烯散热技术 电池容量也增加到了4500毫安 而且支持40瓦快充 华为Mate 30可以说遇到对手了 如果三星新王牌S11各方面的配置都能够和爆料的消息保持一致的话 加上价格合理 肯定一上线就会得到消费者的抢购 小伙伴们 你们怎么看的 欢迎留言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